进步 让我们有请赵小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连体裤 就很羡慕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时尚杂志的采访 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喜剧的边界了 喜剧的内核了 你们干啥了 喜剧从里到外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真的很不错了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我对喜剧的理解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了 说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趋势呢 我说啊 我说这刚好是要我聊的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 就是去录一个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节目组对其他人的要求 都是唱一个热闹的歌 跳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 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大型的晚会 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 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大爷们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他们都没想到 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博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 一上来 老头没了 哎呀我就想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啊在这里 提词器啊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 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 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 还没有结束 他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 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他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透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短短两分半 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但是上一期节目 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会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献金 就像咔咔咔 甩在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效果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 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啊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是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这都不行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就真的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进 我也是想给有意向合作的甲方 一个态度 这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小慧 这个是还在那个公司吗 嗯 我经常在你的朋友圈看到你给你的公司发汽车海报 买车吗老板们 最近这个行业确实不太景气 那你没考虑辞职什么的吗 那边工作比较稳定 我们这边稳不稳定 主要看自己 跟工作没什么关系 我看那个欧老师为什么没拍啊 张雨琪老师也没拍 我猜我们俩没拍跟他说的一句话 同时得罪了两个人有关系 他说这个明星没有什么文化嘛 虽然是转述的别人的话 还是会伤人的 所以我是高中没毕业 雨琪老师是明星 所以我们俩 虽然没有对视 但是心里面 心里一寒 就缩了一下 然后就把手收回来了 好 小慧只获得了一等 我们将开启抢麦环节 哪位要挑战赵小慧 十秒倒计时开始 因为站起了数名 要挑战小慧的朋友 所以小慧返选 我不想挑美女PK 所以我选陈小敬 我选陈小敬 是因为我俩结怨已久 我感觉她一直想跟我竞争花瓶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是给她一次机会 她肯定选我的呀 我知道 因为我们两个最近培养了一些感情 就是互相想弄对方 好 一个就是因为我妈太喜欢她了 我就是让她看一下她的亲生女儿 是怎么淘汰掉她喜欢的女演员的 让我们有请陈小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敬 我确实是实力强一点的 我刚来公司的时候 蛋总经常看着我说 我们公司啊 傻子太多了 也不能怪她 是因为我从小过度沉迷偶像去造成的 就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个傻白片 然后跟不同的霸道总裁 爱死去活来 就直到去年 我真的谈了一场恋爱才发现 真正的恋爱 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就我想象中的恋爱 是吵架的时候 我在雨中奔跑 分不清脸上 是雨水 还是泪水 她在后面看着我的背影 撕心裂肺地大喊 笨蛋 大笨蛋 但结果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吵架 都没有下雨 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觉得每次见面都应该非常热烈 也就她在马路对面看到我 欣喜地大喊 陈小静 我喜欢你 我说谁喜欢我 轩辕奥天 轩辕奥天喜欢陈小静 然后她开心地朝我跑过来 路上出现一辆大卡车 蹦 没救过来 但结果也不是这样子 她每次都很健康地走得过来 轻轻地问我 你为什么看起来很失望的样子 但我现在发现 偶像剧真的给了我太多的误导了 真实的恋爱不是时时刻刻都这么甜的 我们有一次闹分手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她 穿秋裤的样子 轩辕奥天怎么可以穿秋裤呢 我想不通 她说我才想不通呢 大冬天不让我穿秋裤之后 我打冷战吗 然后我们就冷战了 但我觉得我一直在用一些被偶像去洗脑标准折磨她 有一天我就忍不住问她 我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 她说我喜欢你的自信 你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你难道不是喜欢我的美貌吗 她说没错 就是这种自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小季 谢谢 我觉得可以补一盏灯的其实 非常有自信 谢谢 你如果没有讲那个冷战的笑话 我真的多少一定会给你一盏灯 因为她讲的那个开头是真的 我确实经常看着小季说 公司傻子太多了 我觉得我这个行为非常不好 向你道歉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你这个冷战的 又让我对你的同情全部都收回来了 我觉得 确实傻子太多了 那就 很遗憾 小季没有获得领校园的拍灯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你还跟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本来是想说 小慧明天还有工作 想送她回去的 既然如此的话 小慧其实你的工作 我可以替你去上了 我们也没有空 行 没什么想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小敬 谢谢 我想跟陈小敬说两句 我们这个工作是技术活 也是有门槛的 太没有人类的感情了 怎么还要编尸呢 恭喜赵小慧进入晋级区 太水了 有一种侥幸晋级的那种心情 我觉得今天小慧的状态 也不是她最好的状态 我们两个 我觉得虽然她进阶 可能也有点遗憾了 但我肯定自己遗憾更多 我连晋级都没晋级 对 因为大家对她们期待高嘛 你接不住这个期待就很危险 这个赛制对于绝大部分 脱口球员来说就是压力 他们会压力很大 如果你被淘汰了 就肯定还是